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晓得这个经历论是释迦牟尼佛在四十九年当中啊 他这个讲了这个三藏十二部的这些佛法 这些佛法大部分来讲起来 都是在讲我们的这个心性 人的心性跟法性 法性完全是在法理上作比 那么在讲经当中啊他经常会提到 这个人就是人物啊当时的人物 法呢是佛法 义啊是比义 是比义人法义 几乎每一部经典里面啊都有人物都有佛法 另外还有比义 今天我是要告诉大家这个 这个义这个字很重要 这个比义啊这个义很重要 这个也是我这个读佛经的一种领悟 有人来问师尊啊 观世尊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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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讲到 好像说讲到有人拿刀啊砍你的时候啊 那个刀子啊会一段一段的坏掉 有没有 有啊 也有讲到 你入水啊不会溺死 就是说水也不能把你淹埋 有人就拿这个佛经来给我看 这个师尊啊 这些怎么解释 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以后 这个刀子砍你 刀子一段一段的坏掉 实验吧 你实验啊 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我哪菜刀砍你 这个火不能烧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这个火啊不能烧你 好啊 我们做护魔 这个火在烧的时候啊 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你这个头就往火里面 火堆里面去转看看 火会不会烧你 这样烧你 你面孔啊就变成焦面大使 焦面啊烧焦的焦 焦面大使 你脸都黑掉 真的整个脸都黑了 有时候不能只看经文啊 你看经文啊 那是比义 佛陀说法 人 法 义 这个比义很重要 我要怎么解释呢 有时候问大家 你怎么解释呢 一下子装缸去 哇糟糕不知道怎么解释 刀会一段一段的断 那个刀又不是 是那个 cococoro的铁片做的 会软掉 cococoro的铁片啊 这个碰到硬的东西 它会软掉啊 所以这里面呢 含义很深 我们不能看经文 就这样子照这样子解释 不可以 这个佛啊 指 那个义佛 义佛 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你提醒你自己要清静 像观音一样的品格 这个的时候 这个异佛 它就自己就熄掉了 它这个异佛不能烧你 遗忘的佛 不会来燃烧你 是这样子解释的 你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你把你的心性 这个法性 跟观世音菩萨提高的时候 世间的这些异佛 不能烦烧你 另外 我们晓得 你贪财去赌钱 我们常常也讲 这个是玉海 玉海 像海一样 赌啊 你一贪赌的话 一沉溺就掉到里面 就掉到这个玉海里面 永不超生 没办法断掉这个赌制 没有办法去断 今天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这个水不能飘 也就是讲说 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你心性提高 跟观世音菩萨 一样的心性的时候啊 这个 玉海 这个赌啊 像赌海一样的 这种赌啊 你不会去沉溺在里面 不会在里面 你可以跳出来 要这样子解释 你只要懂得 佛经里面的意思 你就了解 你可以解释 这个就通了 或者人家在做护魔 你说 南无观世音菩萨 这个陀啊 入火不烧 就变成浇灭大势 哪里会不烧的 有很多人 只看这个经的这个表面 哦 刀形形断 刀形形断又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表示怎么样子呢 人家拿那个黄金啊 来给你 偶瑟的时候 来给你 请你贪污 你起的贪恋 哇黄金 你拒绝它 不受 不受诱惑 拒绝了 这个 当然就是 把那些伤害啊 都给它断掉 这个是刀形形断 你不贪的话 这个刀就 这个刀不会伤害你 是这个意思在里面的 这个有很多的含义里面 你读经不能只看经文 所以我这样子一解释的那个弟子就想 哦 终于明白 他不会再这样子做傻事了 有很多人念 郎姆观世音菩萨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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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跳到符里面 因为水啊 不会给他那个的 不可以 不能看字面 是比义 佛陀说法 人 法 义 他这个比义 完全在里面 完全在里面啊 所以你 读经啊 要有读经的领悟 完全是在提高你的心性跟法性 释迦牟尼佛是提高你的心性跟法性 他都是用比义的 眼耳比舌生意 比义为六节 六节嘛 你首戒比义做城墙 城墙 你门关起来六节就不入吗 今天讲到这里 Om Má Ninh Bé Mi Hom